因听从911指令追赶驾车肇事逃逸者 却酿成车祸造成人员死亡的 华裔军校学生同名议案 为华裔社区所关注 原定2月26日 在洛县高等法院托伦斯法庭 对被定罪的同名进行量刑宣判 但因同名临时更换辩护律师 及受害人家属没有到场等原因 法官决定推迟到4月2日宣布量刑 此案第一被告是撞到同名的车后 逃逸的肇事者Derry-Linda-Hacks 同名是第二被告 两人身着篮球衣戴手铐出现在法庭 当庭法官Hutter-Gamman表示 因为被告更换律师及受害人家属没有到场 不便宣布量刑结果 他把量刑宣判的时间推到4月2日 届时受害人家属会出庭聆听量刑结果 庭审结束后 John Conway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同名只是在突发状况的情况下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过错 不是刑事犯罪 这是他辩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他希望在这段时间进行各方沟通 争取让同名的刑期为缓刑一年 通常同名这类的案子最高刑期可判6年监禁 不过检察官Rain Golden说 会向法官建议判处第二被告同名4年刑期 同名的母亲张女士 教育工作者李春宏 以及其他30多名华裔社区人士 道庭听取了量刑结果 2017年3月7日晚 第一被告David Linda Hex驾驶一辆 2004年奥迪A6轿车 在森手布鲁瓦和Spring Spool Road附近 撞上了同名驾驶的2014年奔驰GLK350轿车后 并逃离了现场 而后同名拨打了911电话寻求帮助 911接线员指示同名取得第一被告的车牌号 在911的指示同名追赶肇事车辆已得到车牌号 但是陶尔德·汉克斯在森手和Costa附近 首先撞到了正在左转的一辆面包车 跟在他后面的同名也撞到了这辆车 导致车中一名16岁的青年死亡 华夏电影台记者托伦斯市采访报道